台灣時常說不要當棋子 兩個棋手在下棋 如果台灣只是當一個鞠馬炮兵族 時間一到 架子沒有就丟掉了 還是我們要換一個角色 當個塞子 台灣是棋子 還是個塞子 這是台灣2300萬人要決定的 以上就是我創造魔術的方法 希望你會喜歡 你為什麼會是這樣 暗兵不懂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